这节课这三个动物羊雕还有大雁 我们可以看到分别两只翅膀 然后羊的脚有两个 好像实在太牵强啊 这个确实也难到我了 其他的我们能总结共同点 但是这个 那我们就先不管了 先讲啊 那 早呢 就是羊 羊这个动物呢 这个属相 我们记得凡是土的这个位置 它的这个消化系统都非常好 所以说吃羊 毒 是非常好的 牛毒这个是最珍贵的 你看鸡呢就鸡针 我们这个不同的动物啊 就吃它的不同的地方 那猪呢就猪腰子 因为它肾好 它肾属水 这个十二生肖 这样下来 羊呢 比较温顺 我们自古呢 把以羊为美 善字 不管是什么 美好的美 很多 带羊的 都是好的寓意 以及我们后来 把这个羊 有阴阳的羊 一回程三羊开太 实际上是阴阳的羊 反正呢 它是比较温顺的 人呢 也就会比较的 出生在这个时候 比较柔顺 那还有呢 就是说 这个时辰呢 我们说了生肖 那是哪一年 然后哪一个时辰 你看刚好年月日时 它开头结尾 总分总 它总结 出来这个人的特性 还是非常符合的 那羊呢 当然有公羊 有绵羊 其实在动物界当中 这个羊还是很好淫的 还是 当然它这个生殖能力很强 一套繁殖季节 它那个连续好几十次 山羊 其实羊眼也是有的时候 不被称为好的一个象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说羊的身上的 珍贵的地方 从外羊毛到内 还是很好的 我们简单说说下一个 这个雕 雕呢 我们说大雕车 真厉害 可见这个雕很大 很厉害 它比老鹰要大一倍 反正你说属鹰也可以 就是这一类的 那它呢 自然也比较的高贵 因为它可以说食物链子挺多 比较眼光 眼睛视力非常好 眼光锐利 看事情 这种人就会眼光长远 文准狠 它这个不见兔子不撒鹰 这个鹰 要看到兔子 它才会这样 所以这种人呢 往往的呢 也是比较的大气晚成 很厉害 当然了 我们觉得这样的可能男性会比较好 那女性呢 就属温顺一点 柔美一点 像羊这样的会好一些 最后呢 就是这个燕 燕我们在道所讲的中校结义四个动物 它是其中的真正的奸真 这个男女一夫一妻之 是非常的值得崇拜的 所以说我们向往动物的这个优点 然后其实鸳鸯都不算啊 那个都不是 往往大燕反而是一夫一妻 而且它有也是鸿鸿之至 同时呢 它是候鸟 它对这个一些时尚的东西会捕捉的比较灵敏 当然了 这个这个大燕虽然说也吃肉 还是心里面比较温顺一些 那对应的人呢 就是如此的 更多的向往的是美好 所以是人如果这个时间出生 还是比较好的 这个就是在晚上的 这个15点到0点 到11点都可以 按时辰来说 就是到11点